说就在最近美国超几百万博彩公司是开出了高达16亿美元的巨奖彩票 刷新了全球彩票历史上的最高纪录啊 说啊这一次投奖奖金呢是高达15.37亿美元 约合106.7亿元人民币 中奖人呢可以选择一次性直接提走8.78亿美元 约合60.9亿元人民币 或者说啊分29年提走全部的15.37亿美元 但是呢到目前中奖者还没有现身啊 即使如此呢超高额的奖金数额也是刺激了不少彩民的神经啊 特别是这股情绪还蔓延到了海外 那有不少的中国彩民都在跃跃欲试啊 那我们我们能不能也也从其中分一杯羹呢 那由此呢海外代购彩票的业务也跟着是水涨床高起来了 在美国纽约工作的梁先生就说啊 他呢也会时不时接到亲朋好友打听消息 目前虽然巨奖已经开出 但是未来还会有6亿美元的其他彩票等待开奖 找他咨询啊 贷买的人呢是越来越多了 梁先生说啊 在美国买彩票呢并不需要 必须是美国人才能对奖 随便一个小商店都能买彩票 只要是出票的话 谁都可以拿它去对奖 那有的代购啊 未来吸引顾客就使出了浑身解数啊 比如说在彩票上写 原始购买人姓名后拍照的 全程视频直播买票过程的 收费呢一般也从中奖金额中抽取 10%或者一定固定额度等等 说到这儿呢问题就来了 那假设啊 咱们假设 这个委托别人代购的彩票的人 真的就中奖了 这钱怎么分呢 不是刚才咱们说了吗 代购在中奖金额中抽取一定的利润 然后奖金呢是买这本人的 说挺好是吧 不靠谱 特别不靠谱啊 据美国一位律师告诉记者啊 彩票在美国属于不记名票据 那彩票代购当中的拍视频 写名字的方式呢 只能是给购买者一定的心理安慰 一旦发生了纠纷 在中国的购买者很难维权 就是说这都不算数吧 没错啊 这美国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 买彩票的这单交易当中啊 彩票本身是不记名票据 意思是说呢 有这张彩票指的人 就是这个财产的拥有者 他不像是买房还得去当地的政府注册 对吧 这彩票没有这个环节啊 你就我把你这个彩票照下来 我把你这个名字写在后头 只能给这个购买者心理上的安慰 但是这张纸本身啊 并不是在国内购买者的手里 这张纸呢 在谁手里 从法律上来说 谁就是最终的拥有者 对 另外呢 还有多人购买彩票 那就更麻烦了啊 没有正规的代购 还有买卖的合同 就很容易造成纠纷啊 如果说一定要代购美国的彩票 最好是先拟一份完善的合同 咱说这个买彩票这个事啊 想想就麻烦 这中奖的几率啊 比被闪电击中还难 为此啊 我还得去炒你一份精细的 完全没有漏洞的合同 我感觉这是在给自己挖坑呢 说的就是嘛 在这儿啊 咱们也是给大家伙 说一说这中奖的几率有多低吧 正好给挣鸡血上头的各位 破破冷水啊 按照上周统计的数据来说 中奖的概率大约是 3.02亿分之一 咱们再来说一说啊 被鲨鱼攻击致死的概率 都比中头奖高80倍 被雷击中的概率呢 也比中奖高出258倍 甚至连女性戴下 童乱四包胎的概率 都比中奖高432倍 看到这些统筋数值 再想一想平时自己都有过那些 被好运砸中过的记录啊 另外呢 还想想 怎么去草你一份 没有漏洞的买卖合同 都想好了 然后再去找代购去买彩票嘛 这个西渊老师啊 听你这么一说完 我觉得我还是上我家楼下的彩卖中心 我就碰碰玉姐吧 嗨